軍事重地金門大二膽將開放觀光 在行政院的規劃下 目前由陸軍駐守的大二膽島 預計在六月底移交給金門縣政府 規劃開放觀光 將先補強島上的觀光設備 預計在明年七月先試營運 明年九月正式開放觀光 因為島上的觀光設備缺乏 初步並不開放大陸觀光客登島 軍事重地金門大膽二膽島 將開放觀光 在行政院規劃下 目前由陸軍駐守的大膽二膽島 預計六月底移交給金門縣政府 規劃開放觀光 由於島上觀光設備缺乏 初步規劃上不開放大陸觀光客登島 規劃可能是一年兩年三年 可能先開放國內的 這一些教育性的團體 去那邊那些像 在金門當過兵大膽吧 可以回去看 去年二月移交案開始協調 經過八個月協調完成 觀光規劃由金門縣政府主導 以保留當地戰地風情為主 前提是先補牆水電交通等基本設備 陸軍守備部隊與海巡署金門縣警局六月交接防務後 未來大膽二膽島 仍然會有少數駐軍負責防衛任務 未來呢 大爾膽島上 國軍還是會有部分的兵力在上面駐守 以維護防區的整體安全 海巡署派前20位同仁上島執行 三季巡邏 那海域的執法 還是則由金門海巡隊負責 行政院規劃經過一年建設 預計明年七月四雲運 九月正式開放觀光 宣布強調 將就實際補牆情形進行調整 不排除島上觀光開放時程會延後 記者陳嘉欣 蔣龍翔 台北報導